这样花心我们就做好了 然后这个花蕊 大家有这种现成的 那就用胶直接粘上去 比较简单一点 如果没有 我们就勾这种花蕊啊 或者大家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 你们就按照自己喜欢的去做 大家可以换其他的颜色啊 我这里还是给他用黄色 然后我们数到第八圈和第九圈的中间 12345678 然后这是9 在他的中间 挑这个针目 这样子给他 然后把线 给他勾过来 勾9个辫子针 123456789 然后从倒数第二针 往前面勾8个引拔 挑辫子针的半根线 这样勾引拔 勾好之后 中间这里我们要空掉一针 到下一针继续 等一下这个线桶呢 给他隐藏到里面 再把线勾过来 先在这里勾一个引拔 然后继续 9个变质针 9个变质针 8个引拔 然后空一针 再到下一针继续 那大家自己完成 勾到最后 还有一针就不要去勾了 直接在这里断线 把线头拉出 穿上缝合针 总共有11条 线头隐藏好了 然后我们就整理一下这个花蕊 把它拉直 接下来就打一圈胶 在这个花蕊的底部 这个地方打胶 然后中间这里不用打 大家把胶打上去之后 直接和这个花瓣 粘到一起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流书 然后这个绳子呢 勾80个变质针 我这里 那个长度呢 大家自己来定 勾变质针之前 我们这里呢 要留一节线头 大概20厘米左右 然后开始勾变质针 还是勾80张 我这里 勾好之后 另外一边也留一节线头 一样长啊 然后这两根线头穿上缝合针 我们从这个花心第一圈的中间 然后穿到花瓣 中间又穿到花托 都是找到第一圈的位置 给它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我们把这个变质针 稍微往里面塞一点 就是往里面拉一点 接着 在后面这里 给它打一个结 接下来 开始做流书的部分 首先第一圈环形 然后在圈里面勾八个短针 勾好之后 把线圈给它收一下 但是不能拉得太紧了 然后和第一针 做一个引拔 接着第二圈不加不减八个短针 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 第二圈勾完和第一针引拔 然后一个起立针 现在勾第三圈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我们要勾四组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下一组 勾完之后呢 有12针 接下来第四圈 第五圈 不加不减 勾12个短针 引拔之后 立起立针 对应每个帧母 勾一个短针 好 这两圈大家自己勾完 勾完第五圈的最后一针 断线 然后与第一针 做一个无痕的连接 把线头隐藏在植物里面 上面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着做流速下面的一部分 直接用线 在手上这样 给它绕20圈 想要长一点的流速 你们就用其他的卡片来做啊 绕好之后 我们直接给它拿出来 大家不要给它弄散了 先放在一边 把这个花朵给它拿过来 然后这里呢 我们先用勾针 从这个小花托里面 把这两根线带过来 然后这个位置呢 大家看一下你们流的长度啊 5厘米左右的样子就可以了 像我这里做的比较短 然后在里面 先给它打一个结 打一个固定结 接着我们把这个线圈 给它拿过来 这样给它穿过去 先打一个结 有线头的是在下面啊 都给它绕两圈 然后再打结 最后我们就直接打一个固定结 然后断线 这个地方有短一点的线头 下面的 把线圈给它剪断 然后用梳子 把这个线给它梳开 梳开之后 有些线会这样 有点卷 我们就用甲板给它夹一下 最后再修齐 如果大家有那种线层的流缩 你们就和前面这个地方 给它做一个连接就好了 最后呢 我们就整理一下这个花蕊 给它拉直 勾的时候会有点这样斜的啊 好了 那本期荷花挂剑的教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